回到二台新闻现场 要来看到今天的午餐会 是要连线到马来西亚 看看当地的医疗服务 其实连续三年都荣获了 全球最佳医疗国家的第一名 原因包含的是成熟的医疗服务 还有医疗费用也是相当亲民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还是有国民因病而平的问题 接着我们就马上连线到主播杜永耀 和我们聊一聊当中的原因 一听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 马来西亚的公共医疗系统 满足了我们从身体到心理的医疗需求 以确保老百姓是无需为医疗费用而感到担忧 然而面对大马人口的迅速增长 医院时长都是面临漫长的等待 和无法提供足够的病床 最后也只好让部分病患回家疗养 没办法 这些病患也只好自己掏腰包 购买病床或是容易在家里养伤 而这些医疗器材对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 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为此此机之工成立了二手医疗器材平台 把修好的医疗器材转送给需要他的人 轮椅的螺丝很紧 这个是神秀的问题 不应该这么紧 这个就是Libber Bag 有一些病患常握在病床上 这个Libber Bag的功能是帮他们的背部血液循环 通常是我们要看看Bag有没有破洞 还是他的Bag功能好不好 所以你收到的时候你就会一直 测试这些 看似专业的维修技术 其实这些都是慈激志工自学的 2017年慈激环保站志工在及时通讯平台上 设立了二手医疗器材平台 志工维修好环保站收到的医疗器材后 就把讯息发布到平台上 为这些医疗器材寻找新的主人 我们环保站建筑都会有很多大的 家里有一些医疗器材 轮椅之类他们都要捡出来 看到有些还可以再维修的 若是以当作是被铁酱卖出去 很可惜的 就是因为这个抱着能 平息雾命的原理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医疗器材的回收 一个崭新的轮椅 价格大约落在马币300令吉 而一张新的病床则需要花费至少2000令吉 然而马来西亚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 只有大约2900令吉 因此此季二手医疗器材的出现 能为低收入群体减轻一定的医疗费用负担 不只是贫困的人 有一些他负担得起 不过有可能他需要这些器材 是短暂时期的补助罢了 所以以环保的概念 我们都非常鼓励说 他们重新再用了 职工最初也只是单纯想要延续勿命 但在一次又一次施与瘦的过程中 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有些就是医生判断了时间不多 若是真的接不到病床 他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去心灵病房 我们这些平息物理病床 能帮到这一群病患 因为有这个病床可以回家 跟家人攻击最后那几生命的最后一层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 二手医疗器材 不只给有需要的病患带来方便 更能让临终病人安心度过最后的岁月 如果民众家里有闲置的医疗器材 或有需要使用医疗器材 可以前往慈激环保站询问详情 让二手医疗器材获得第二次生命 大爱新闻蔡迪根李佳莹谢凯因马来西亚报导 我们下期见